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报道。 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揭开一位名人的神秘面纱肖战, 是一位慷慨豪爽,以千金世人的冤大头吗? 与此同时,原创王一博的粉丝们更是展现了惊人的才华, 他们不仅对偶像满怀热情,而且在画像方面的表现竟然超过了本人。 让我们一起探寻这些令人好奇的故事, 一窥明星生活中的趣事和粉丝们的匠心之作。 别错过,让我们一同投入这个充满奇趣的世界。 肖战,豪志千金的冤大头。 近日,娱乐圈的一则新闻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肖战为了支持恩师的新电影,竟然豪志千金包场《非诚勿扰3》。 这可真是让人惊叹不已,毕竟在这个连奶茶自由都尚未完全实现的时代, 竟然有人愿意一致千金只为了一部电影。 肖战此举,可以说是对恩师的一种极高的敬意和支持。 在演艺圈这个名利场中,不忘初心,始终铭记施恩,这样的行为确实值得点赞。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豪志千金的行为,肖战却意外地被外界误解了。 有人觉得他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也有人质疑他是在借机炒作。 哎,这可真是比电影情节还要离奇。 肖战大概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本是一片赤诚之心,却遭遇了这样的冤屈。 这世上的人哪,总是喜欢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也不问问人家本人是怎么想的。 有人觉得肖战的行为纯粹出于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支持,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而且,肖战作为一名优秀的艺人,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推广一部好电影,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到优秀的作品,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说到底,我们还是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宽容。 毕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有时候简单的行为往往才是最真实的。 原创王一博的粉丝太有才了,画像画得比本人还好看。 王一博的粉丝展现了出色的才华,他们所绘制的画像竟比实际本尊更加出色。 这位炫酷的青年王一博,由于对滑板和摩托的热爱,给人一种无拘无束,行动犹如风一般的感觉。 他的粉丝们同样充满才华,他们不遗余力地为王一博绘制肖像,让人感觉比王一博本人还更英俊。 从一位暗黑系青年的凝望中,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独有的发型和面部轮廓,但这些绘画更加精致,让人不禁要问,是不是比实际本人更加帅气呢? 一幅经典的王子扮相展示了熟悉的侧颜,这是你们所钟爱的一博吗? 另一张画作中,眼神中多了一些戏谑,五官的刻画也让人惊叹不已。 在经典的蓝望机造型中,是否也凸显了剧中人物的风采呢?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粉丝群体确实是非常杰出的。 其他的粉丝也表示自己将继续努力,期望能够和偶像一同成长。 你有什么看法呢?让我们一同支持王一博。 肖战的生徒引起了粉丝的热烈关注,粉丝纷纷表示这些生徒比他在剧中的形象还要帅气。 肖战的粉丝展现了令人瞩目的绘画功底,这简直是何等神仙的画风。 白静廷的身材瘦到了108斤,比女生还要漂亮。 而肖战竟然在拍戏之外,一直在大吃特吃,实在是一个神仙级吃货。 总的来说,王一博的粉丝们展现了非凡的艺术天赋,通过画像表达了对偶像的深深喜爱。 肖战的粉丝们也以其高超的绘画技能引起了广泛关注,无论是在外表还是在才华上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两位偶像的粉丝群体可谓是充满了无限创意。 肖战,豪志千金的冤大头。 原创王一博的粉丝太有才了,画像画得比本人还好看。 肖战近期因其慷慨豪爽的举止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被贴上豪志千金的标签,他的花费行为引起了公众广泛的议论和好奇。 究竟肖战是一位慷慨至极的冤大头,还是别有深意? 这一问题引发了社交媒体和娱乐圈内外的激烈辩论。 首先,肖战豪志千金的行为引发了一些赞赏和理解。 有人认为,作为一位成功的艺人,肖战有能力享受奢华,同时也有责任回馈社会。 他的慷慨举止可能是出自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这种观点下,肖战被看作是一位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 然而,也有人对肖战的花费行为提出质疑。 一些观点认为,过度的奢侈和炫富可能导致公众对其产生负面印象,使其形象受损。 质疑者认为,作为公众人物,肖战应该更加谨慎地处理个人形象, 避免给粉丝和社会传递不良示范。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关注原创王一博的粉丝,因为他们在艺术方面展现了惊人的才华。 王一博的粉丝以其独特的创作能力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尤其是他们通过绘画,成功创作出让人惊艳的画像,甚至有人评论说这些画像比本人还好看。 这无疑展现了粉丝们的专业水平和对偶像的深厚热情。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似乎形成了一个充满创意和团结的社区。 他们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对偶像的热爱,不仅仅是简单的追星, 更是一种用心创作的方式展示对艺人的深情。 这种粉丝文化不仅在艺人的影响力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为整个娱乐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综合来看,肖战的豪志千金行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明星行为的不同看法, 同时也唤起了对娱乐圈公众形象的关切。 与此同时,原创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则通过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为娱乐圈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景。 这一系列的现象无疑将继续引发人们对娱乐明星及其粉丝文化的深入思考和讨论。 音乐 音乐